HELLO 大家好,又我是Tom 歡迎大家回到這個足球小帳份戰夢幻隊 最近提到之前推出的舊的亞積時詞 這次推出的五隻角 其實這個池我會覺得如果大家是被抽的話 其實有石在手也可以抽它們 為什麼呢?因為它這五隻包括三杉順肥龍 荷蘭中長、荷蘭王和荷蘭DF 當中有一隻是特別吸引的,就是肥龍 因為它已經調整完之後 其實它的數值,尤其是摺的數值提升了 接著的頂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特技 對地射有加成,由12%加到25% 另外我們再看,潛技方面也不錯 它對高空波也有加成 所以大家如果是未有好的孔 例如是霍哥那些,也可以考慮它 因為它的整體數值,尤其是摺方面 是比現在的霍哥更厲害 因為我在陳級那裡有對過它 又或者是大家之前有看過我投資的影片 其實是… 基本上是很難捨得入它 因為它本身對地射有加成 另外它摺的數值又高 所以對這個高低空其實也很通實 另外還有一隻,我都會建議大家抽的 就是荷蘭中長 因為它已經調整完之後 其實它的數值就有提升 大家可以看到它扭、存、房方面鏟 和PASSCUT的數值都高了 另外就是它的特技 如果你配合的話 它的能力值就有加成25% 還有大家看看它的潛技 它的潛技就是它的必殺技威力 已經加到15% 而且它本身有80%可以封對面的一招PASSCUT技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如果你是找它來做二傳的話 它確實是一隻非常好用的角 這個池可以讓大家抽12天 大家如果是有石在手也可以抽一下 但如果是石不多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顧望著 留下看看 接下來月尾是會up什麼角 到時就再考慮再抽它 其實今集呢 我就是想跟大家講一講這個紅幣 我想大家都玩了一段時間 其實大家都會有些方法怎麼去打 我在影片裡有跟大家提及過 今集就可以講解一下 分享一下我打這個紅幣的經驗 其實它每次按進去 你會看到有五個對手給你選擇 你每一次就可以選擇最多五次 它就會搭一些對手給你 就可以去打 打的方法呢 其實我可以講一講給大家聽 譬如你可以選擇一對球 當然當你選擇的時候 你就要選擇一對弱一點 譬如這些全部是X90多 可以選擇一對球 你可以選擇一對球 還有你看看一個伴呢 又有盾的 這些就可以選擇 另外再看其他 譬如你這一隊 這隊一樣 你會看到龍本 還有四個 另外其他後衛全部都是X90多 這個也可以選擇 另外這一隊 大家可以選擇 這一隊 大家可以選擇 其實都可以選擇 全部都是X90多 然後又是X90多 所以有些拆分 就不會選擇這隊 另外還有這一隊 這一隊都可以給大家看看 都是同樣 都是X90多 全部都是X90多 這些大家可以不用看了 唯獨這一隊 其實我之前也選擇了 這一隊是最值得我去拆 為什麼呢 大家可以看到 龍門用了這隻 是補箱的圓衣 只有A1技 另外其他的後衛能力 都不是太高 另外其他這些角 大家也可以看看 他一般來說 因為他有多些低級的技 所以如果是拆分 這一隊是最值得選擇 大家看看 他本身 他本身有35 然後他減對面10 但是他本身的角 能力也是 比較弱 而且他本身的技能 不是太高 所以這一隊是最值得拆分 另外就是組隊 組隊其實我自己 有一隊球組了 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是這一隊 大家組隊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是 就好像我這樣 專選一個屬去組隊 我現在就選了一個力屬 其實在隊的分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你是多四特的 或者是多同國籍的 你的分也相對地會比較高 如果你的底分 越拆得高的話 到最後 如果是拆分拆出來的時候 都會高很多 如果當你初次組隊的時候 你其實就可以組隊到 好像我這樣 那我的隊技 我暫時 就將它全部 設定在力日本 但是當然 如果我想打得高分的話 我就要先允許隊技 但是我現在不使用那些隊技 但是我去到 等真 如果我打到差不多 的時候 去到下半場 我就會換那些隊技 等會 我會示範給大家看 我到時 我會換到那些 力球會 力海外的隊技 以及 同一時間 我都會換一些人 你看到 我現在 正式的十一人 其實我自己 就組了幾隻 是四大角 例如 迪亞斯 然後 山坦娜 然後 巴塞衛 另外 後防 也有幾隻 都是四大角 但是 其他的 其實你就可以 盡量 砌弱一點 等你整體的總戰力 又是下調 譬如 我現在有 加一隻 例如三杏 力限 另外還有這隻 荷蘭中場 還有這隻 印砂機 我還未將它四大角 所以 變成 在 總的戰力 那裏 就可以有調整 但是 後防 大家記得 如果你擺角的時候 記得 放一些 勁 而有四大角 可以放下去 譬如我又放了 佩奧2 在這裏 這個我等一陣 打到下半場的時候 就會換它 另外就是 減拿 還有這隻 力的利華爾 那 這間 我那個 半 其實我 砌到有36半 減對面16 但其實 如果是對著正話 那對球 其實都會有 打下 甚至上半場 都會有機會 入球 不過如果你要 砌高分的話 你就要這樣 開始 我砌完這對球 的戰力 就有 1093 左右 和 剛才那對球 比 變成 在那個分 就有 50%加成 我 在這裏 會教 Auto 大家見到 Auto 接著 就調 攻擊 命定 最重要 有一件事 想跟大家說 就是大家 要在外面 setting 選擇 讓它 打完上半場之後 會停一停 讓你可以在下半場 再 轉陣 因為如果你是不選擇 選擇 選擇 自動 半場 就會 跳過 所以 大家一定要 先轉動 功能 我現在開始了 可以打打給大家看 我選擇 選擇 對 上半場 最主要 就是 守和對面 以及 如果你是可以 入球的話 最好 因為 對面 技能是低的 而且 龍門 都是弱 所以 如果有機會 都可以入到 一兩球 我們來看 看看 它 會打得如何 OK 我們來 其實基本上 上半場 最主要是守 但是 如果是 可以入球的話 那就最好 其實它這些隊 就是最方便 你拆分 因為它的龍門 設定到 只有A1 但是 當然 你要看自己的彩數 看看是否有這麼好彩 可以 拆分 打到這隊 大家看到 上半場 結束了 我便入了 兩球 去到半場 大家便可以轉陣 但是 記得 因為它最多 只可以換五個人 所以 你便不能換太多 我在這個情況下 我便會 換一些勁角 進來 然後 尼華爾 換上比爾 然後 半場 可以轉隊技 在這個情況下 我便會全部轉 這個 力海外 加25 另外 我便還有一個 加25 就是力球會加25 就是這個 恩沙基的隊技 大家可以看到 我換完人之後 整體 11人 就多了很多射突角 在裡面 和戰力 亦有提升 命令 就是 半場 亦有 36.5 半 減到 對面 22.5 砌完之後 可以繼續打 用這對球 再 繼續 插 大家可以看看 戰力 提高 提升 之後 變成入球 可以再容易 你現在 其實 只需要做的 就是狂感 那個加氣仔 基本上 如果他龍門 只有A1的話 你逢射必入 好 又有了 5-0 就是這樣 很輕鬆 就贏了5-0 大家可以看看 我的分量有多少 剛才說 又是加50% 所以 分量應該挺高的 就是這樣 大家 看到嗎 已經有19,000分 已經 拆紅幣的玩法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要拆高分的時候 也不會太有難度 好 另外 最後 我想跟大家說 一點點 接下來 戴慈衛會生日 28號 接下來 有些禮物 會派給大家 大家可以看到 有片銅 有黑波 井寶 還有券 還有券 還有石 有50粒 這張券 其實就是 可以這樣 給大家抽 如果大家抽 如果抽了之後 就會有10張 SSR角 當中 會有兩張 升到 是S99 的刺位 會派給大家 要看大家的彩數 看看會派到 什麼刺位 給大家 如果你說 勁起上來 可能是 譬如ND位 如果你說 弱起上來 就可能 大家看到 是左圖的刺位 那些就真的 差一點 都要看大家的彩數 我也是 祝大家好運 另外 他會有 另外一張券 會派給大家 當中 會有些 技術角 會被大家抽到 以及其他的 SSR角 大家看到這些技術角 其實都是舊角 不過 當中 荷蘭 大家都會很想抽到 如果大家有抽 新的 ND 就是 雅即時磁 那麼 抽了 就變成了 大家可以拿 那些角來 食器用 好 今集就說了這麼多 給大家聽 明天 K-Lab就會有個 更新新聞 到時候 出了新聞 我會再跟大家 再匯報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短片 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個 Like Share這條短片 以及Subscribe Channel 大家記得按住小鈴鐺 下次再有新片 大家會第一時間知道 下集再見 拜拜